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澳湘美国房产咨询的视频栏目 我是邱瑞来看一套自住的样板房 位置在Illand 靠近Illand 75旁边的这个Wormat Stacy再往下大概一个卖 好 这个是小区是2015年16年开始建造的 到现在小区有三年的时间 其实你看还有新房在建 那新房起步价格基本在35、6万起 但是要加装东西到38万到40万是正常的 那这套房子是他 这个屋主是16年买的 买来想 他特别有意思 他本来想买完之后再转手卖掉 但是他没有考虑到 就是我前面给大家讲 我说不要买新房 结果他二十三十五万多买了 然后卖不掉 他加钱卖不掉 然后就没办法就想租一年两年 现在租了两年多 然后现在准备再卖再租 市场租金他当时做的是2200块钱到2300块钱 然后这套房子的税大概是8500左右 三个卧室三个full bus 但是现在物业费一年是六七百块钱 但现在这套房子他卖多少钱 33万5 33万5 所以有意思了 所以我就还是给大家讲 就是说买新房 就是自住的可以 如果是你想投资的话 因为新房他整体的周期比较长 所以不建议大家买新房投资 除非二度 像我们买princeton 我们买22万5 然后租1650块钱那种可以好 现在是OK 这是进门是一个卧室 然后再带一个full bus 所以三加三是非常好用 我们要新房整体的材料啊 你就说在这个价位算算OK的 你也不用担心维修啊 空调fence这些水啊换板都不用担心 而且这个其实挺宽的 这个水池完全可以做宽一点 但是它是标准化的东西啊 很多人说这个墙啊 就这种类型的不贴砖的墙 是这种档次比较低的 我觉得看起来还可以啊 是不是 这个在home depot一个卖个两三百块钱 我觉得还可以啊 而且它层高也很高啊 好再过来这边是那个 你上镜了是吧 哈哈哈 再过来是客厅客厅1234扇大窗 所以很舒服啊 然后楼梯扶手是石木的 这生了铁杆 这是最便宜的铁杆 就上面任何花纹都没有 只是转了一下 然后再过来这边呢 你看这边还有两扇窗 这是餐厅和厨房 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就是它把这块挖了个侧院 这套房实际上有后院 但是和房子不是联通的 需要从车库出去才能进 那这个侧院呢 如果它不挖这块 这个房子又多出来大概 至少四层十几个平米 大概200尺 所以如果不加这块的话 这个这块会非常非常舒服 但是呢 还有很多房子不是这种比较窄的吗 它这一侧是没有窗子的 但这套房子它是有窗子 而且这还加了采光 很好 真的是很好 然后所有的电器抽烟机也符合现在的标准 而且抽烟机是外排烟的 是外排烟的 也比较舒服 炉灶也是煤气灶 但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已经是很新的煤气灶了吧 但是它的火依然 哦 还行啊 这是最大的火了 然后中火在这儿 然后这是中火就这样 然后还有小火炖汤 小火最大 所以大锅小锅 反正美国都是平底锅 它就是五个 然后这儿做的升级抽烟机 这是大风凉 这个风速应该在四五百 不会再多 柜子也都很新了 抽屉 大部分就是做建商做完之后 这个是没有这个的 然后它是自己加装的 但很明显感觉到 现在一部分柜子是不是已经不行了 有点松了 我刚看到有个房子荷叶已经松了 然后台面水池洗碗机 都很棒 真的是很棒 像微波炉已经是这样子了 一体式 微波炉和烤箱一体式的 好 我们到这个侧样来看一下 滑洞门 就可以放个烧烤炉子 好 主卧 我以为是主卧在楼上 结果主卧在楼下真的是很好 我们来看主卧 有吊扇 而且主卧层高还可以做到吊顶 好 好 这是个滑门 好 再过来 这非常漂亮 所以如果是新房的话 确实是感觉是不错 好 然后上面 金钱灯 一毛间 一毛间也很大 报警器 而且现在新房所有的插口都是 确实新的建造标准 好 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下面还有 这是客厅 然后下面是 这是餐厅 然后我们过来到洗衣房 洗衣房的面积也很大 这个是给那个厨房和餐厅的closet 然后这边呢是洗衣房 如果再有个上下水就完美了 而且他这个地方可以放了两个洗衣机 混干机在这 他是有 他是有那个放两个洗衣机的地方 洗衣房带采光 我们看车库 这也是个入户的衣帽间 因为主人都从这个后门进来嘛 主人车库从后门进来 所以主人是有衣帽间 那个入户的那个放入 热水器也都很清了 对吧 对吧 sprinkler现在是带那个的 sprinkler现在带那个 雨量传感器的 但是有意思的是 它这块没有插电 所以这雨量传感器是需要电的 这个时候它上面有个插头 才过来 所以它后院进不去 只有这样才能进 那然后它这个车道也比较长 后面就是Walmart 但是它走不过去 所以要绕一下 所以这就是Walmart 然后我们可以听到那个 75那个车的高速那个声音 所以这后面可以停四辆车 车库里停两辆 家里要朋友来前院可以停两辆 后来停四辆 然后它的小小院子就是这样子 耶 真的是很好 所以上75啊 往哪走都很快 往下plano 往北mikini 超棒 超棒 我们来看一下侧院 这为什么这么多塑料袋 哇 这很少见啊 这是 是垃圾车收垃圾什么 有风是不是 把它刮的 哇 你妈呀 这需要重新seal一下 这都是小问题 很小 电板也没问题 OK好我们 现在上二楼看一下 所以这是洗衣房 然后厨房 太棒了 就是新房啊 这就是新房 然后主卧客厅啊 我们现在上二楼 三十三万五 三加三 两千零九十九尺 两千一百尺 一六年的房子 物业费一年七百 好上来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墙面就没有升级了 对吧 就底下漂亮是给人看的 然后再过来 一个比较实用的game room 对 一个比较实用的game room 它是一个空调机 但是楼上楼下是分开的 有两套开关 然后这个就是给大家可以说一下 这就建房子 嗯 开关开关在这 对 这房子啊就是这么这么搭的 你看这个梁是用二十四 这也是二乘四的木头 对 对 然后这个 这所有的铺的这些地方都是可以走的 房子这么大 然后这个是空调机 冷风机 热风机 然后这些管道就通到所谓的空调出风口 有些是进风口 有些是出风口 这样子 这还有一个那个 这个现在是比较高级的 都有这个空着板啊 以前是没有了 这是什么 然后这个时间长了 比如如果受潮它会慢慢往下 然后过了可能十几二十年你需要换一下 然后再好一些的房子它会在这个屋顶上面 去喷那个泡沫 但是它现在实际上已经有这个板 就反光了 好 我们到楼上的卧室看一下 好 楼上卧室是一个算是个套间 因为这个门可以从这过来 这样它自己也可以进进洗手间 所以 台面灯 挂着玉莲 便盘 砖 所以它这个closet是给那个楼上的卧室 好 然后楼上卧室还有自己的衣帽间 哇这个还蛮大的这个 真大这个 这个从这还可以再进到那个 这样是修杀的 这也是屋顶的一块 这要平时锁住 不要让小朋友离开 这门上需要弄掉 然后墙上钉子需要弄掉 基本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套房子是非常非常实用 而且价格很好 哈哈哈哈 我们其实找了找了蛮久的 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这样的房子 这是我们现在看了这些 就对于自住来说 就是适用于小家庭 两个大人一个小朋友 然后在非常方便的区域 不要太大的房子 这个住起来就超级舒服 太舒服了太舒服了 哇 所以你看这新厨房是是漂亮 虽然它不大 但是只要是新的人感觉很精致是吧 好 然后这边是可听 太棒了 就它了 好就这样 更多信息可以关注 澳翔美国房产咨询的网站 澳翔US.com 加我的微信 澳翔US01 我是邱瑞 我在大拉斯等着你 再见